等着 等着 我看你这辈子都别想出去 你看你用放狠话 你要是光知道放狠话 铁姑娘永远看不上你 人家喜欢的是真汉子 真英雄 把你点狠精用在打鬼子上 没准他还能看上你 不容易 轮不着你来叫醒老子 不可能 不笑 龄 大藤家的 您说那武中义 官爷已经关了 该得罪也得罪了 索性就给他点苦头吃 别让他们以为咱怕了他们 怎么了 刚吃亏了 那小子 别说了 如酒 我刚才在这 省思了半晌 我觉得要是把拔路彻底得罪了 咱们今后真有事 可就没退路了 做人做事总要留一手 否则 就是吃亏地买卖 这个咱不能干 大藤家的 难道你还打算放了他 放 不放 不放恐怕不止是你一个人吃苦头了 整个寨的弟兄 都没有好果子吃 不错 不错 我得早都是想拿 那我个就是你 买卖 我去拿 没药乙 不错 我去拿 我去拿 你这充电机 我去拿 然后冰箱刀 我去拿 我去拿 是 还生气啊 别生气了 老三 哥给你赔不是了 熊阳 老三 老三 你帮哥把吴忠义给放了吧 大当家的 你想通了 这暴动的事 我还没答应人家吴忠义 我回去冷静地想了一下 这吴忠义出的主意 也不是要害咱们 你说咱这么关着人家 这没这道理呀 大当家的 不是我说你 你混迹江湖了这么多年 连个人都看不清吗 吴忠义这个人侠干一谈 他能出害你的主意 是啊 要我说 你亲自去把人给放了 给人家赔个礼 道个歉 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我去放去 我怎么能放啊 那我这老脸往哪儿搁 你说 你啥意思 你不会又准备拿我当枪使吧 你个老三我拿你什么当枪使啊 我是想你跟吴忠义的关系不错 你却把他放了 又卖了个人情 又把我的意思呢 转达给他了 让他宽宏大量 不要往心里去 你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吗 那你把人家关起来的时候 我咋不见你宽宏大量了 不是 老三 你偏要撕破我这个脸皮啊 我当时不就是钻了牛角尖吗 你去不去啊 你不去是吧 好 那我去给他陪你去 好吧 我去啊 我去了啊 我去 哎呀 我真是服了你了大当家伙 你说你这脸变了咋就那么快呢 之前我说吴忠义不是这样的人 你还翻脸把我关进来 那现在 现在你居然敢亲自去给人家陪不是啊 不是兄弟啊 我不是为了咱们这位弟兄们想吗 你把八路得罪了对咱没啥好处 你怕八路了 我怕八路 我怕过谁啊 我这心思咱们今后不还得 求人八路办事吗 你这姿态总得放下来 这你男子汉大丈夫得能屈能伸 这又啥呀 我算听明白了 这屈的时候是我 伸的时候是您 谢谢 哎呀 大当家伙 你这算盘猪子巴辣的真是批啦巴辣的想 行了 老三 过后 我再向你敬酒赔罪 是吧 你现在赶紧把五中医放了嘛 可别再耽误时间了啊 哎 你可记住了 你就告诉他 让他替我隐瞒隐瞒 就说这两天呢 他到周震替我办事去了 就是在中间出了事给耽搁了 啊 这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 这什么话也都让你说了 行 我去把五中医放了 不过人家心里有没有气 我可不敢担保啊 别别别 没事 他肯定没气 他是个大赌人 去吧 啊 你啊 不是 你啊 你啊 那 我在一辈子 只有两个人是真心对魔 一个什么情人 另一个就是你 我本来想在我娘年前 好准理尽小 结果超上海的高高兴兴地跟我打上 本来我就被抓了 抓到地儿了 你所谓上是老天爷 结果不上公了 上上公司是死的 我得当首领党 只有等他把资本个子全部都搭出去 天下太平安 狗门才能狗上好十次 你啊 你啊 你是为了救人吗 你才洗真定 我还是连你的车 都不敢保的话 难怪死人吗 你啊 你放心 等到鬼子搭出去的人那一天 过去我来看你 你啊 我兄弟啊 你三个来了 坐坐坐坐坐 吴兄弟啊 大当家的腹软了 替大当家的想通了 我看他怕是早想通了 只不过爱着面子下不来这个台 我来这里之前啊 想去打听那拳 连花回来就问题了 大当家的想瞒过他 没过当时就跟他翻脸了 吴兄弟啊 你大人大量 别跟他一般见识 啊 来 我敬你三碗九 就算是带我们大当家了 向你赔福祉 余三哥客气了 这事我倒真不怪他 我要是一心有人要算计我们武功队 我也会先把他关起来再说 我就知道你大人大量 不像我们大当家那么小心眼 不过 我不能走 为啥呀 兄弟啊 那么多的大事等着你去办 你在这耗着不耽误你的事吗 当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 就是广惧暴动的事 你回去告诉他 他什么时候答应我坐下来 商量组织暴动的事 我立马就走 我明白了 你是要借这件事情 将我们大当家的君 反正不能让他白关一场 说关就关 说放就放 我还得帮他找女儿 我五中一又不是冤大头 我们大当家的占人家一辈子便宜 这都占习惯啊 好 我帮你 咱们一块儿将他的君 谢谢你 余三哥 他这不是要挟吗 怎么就是要挟了 五中一说得没错 人家好歹也是八路君的干部 让你莫名其妙的也关起来了 又莫名其妙给放了 你这事搁谁心里都有气啊 再说了 人家也没逼着你 非要你答应暴动 那条件谈不容 你不点头不就完了 我觉得五中你的要求 合情合理 那他帮我找人的事呢 帮你找人的事 他答应帮你找了 但说呀 不一定能找到 等等 这不得算一算 我把他关起来了 然后又把他放了 一场误会 也就不欠他的了 我答应他商量暴动的事 他说找不到我女儿 妈呀 这我不亏了吧 我怎么没听出来你哪亏了 不是你想啊 这暴动的事归根结底 他是为了八路君 找招地 他又说不一定能找到 那你这么一算我不就亏了吗 哪有你这么算账的 你竟想了占人家便宜 吃亏就吃亏吧 你现在赶紧把人放了 要不八路找上门来 这就没法办了 他女儿在根据地 五兄弟 大当家了答你的条件了 他答应暴动了 那倒没有 不过他也没说不答应 总之算是松口了 我要见见提到当家的 这个恐怕不行 我知道我们大当家的 占了你的便宜 可他也说了 这个时候他没脸见你 余三哥 你告诉他 我非得见他不可 我要问问他铁照地的事 是 阁下 属下觉得此事非常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 能够打下徐家寨兵营 炸毁我们的军火库和补给站 同时全间两批援军 就算八路的主力兵员素质很高 那得有几百人啊 这么庞大的一支队 就算他们藏在深山老林里 那补给呢 好几百人的食物 药材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可是属下并没有发现八路 采购大量食物和药材的迹象 所以 你怀疑这是一支精兵不出来的局 阁下 属下就是不明白 特意来请司令官阁下 解惑他 从战斗力来看 这必定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至于他们是如何隐藏 秦内郡 这里就是中国 在中国的古代 有汉武帝 诸葛亮实行了屯田的制度 虽然古代的东西在现在也已经不适用了 但是他们既然有这个传统 我们就可以推向 中国的这些八路军士兵 他们并非专业化的职业军人 当他们拿起枪的时候 他们是士兵 当他们放下了枪再拿起锄头的时候 他们又是个农民 这些人打完了仗以后 化整为零 就像一滴滴的水流入大海一样 如果我们按照寻找职业军队的方法去找他们 那肯定是找不到的 听了司令官阁下的议席话 属下顿时毛色顿开 秦内军 我们现在毕竟是在中国 中国的许多东西 和我们军事院校里传授的知识不一样 身为军员 我们要多思考中国的实际情况 王牧的照办教科书上的东西是不对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为大日本帝国和天皇陛下效力 不过 阁下搜捕拔路的行动 以后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了 八路军化整为零 那我们就对暴独孤地区的矿山和村庄逐个搜捕 发现可以人员一律逮捕 是 这队长咋还不回来呀 铁链让他去找他 也没个心传回来 陆大奎 人家铁大小姐担心担心还有情可原 你一个大老爷们你担子哪门子心呢 哪没跟你说话 回来 武大哥回来了吗 没有啊 鬼子要来清查八路 武大哥还不在 这可咋办呀 哎 新娘 你坐这儿慢慢说 到底怎么回事 有人来报信 是俺爹以前在韦君那儿的关系 说是鬼子这几天啊 要来清查八路抓可疑的人 第一批就是俺们田家村 在鬼子那儿 你爹已经是个死人了 啊 再说了 你们家在鬼子那儿也是个良民吧 他也不会来找你嘛 你慌啥嘛 俺终究是个女的 鬼子那德行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要是鬼子来了 俺总不好抛头露面 大家都当武大哥是俺们家的女婿 要是他在啊 就没这些麻烦事了 哎呀 可是男队长不在呀 这可咋办呀你说呢 哎 哎 要不是这样 咱 咱像上 上次那样啊 在田家村外边 拦住鬼子 再干他一招 你是不是傻 说你笨你还真就笨 说啥呢你啊 你要觉得哪出对的主意不好 你说 大葵 你这个主意用一回还行 你想 鬼子头一次来田家村 在村外就被打了 第二次来 也在田家村外被打了 就算他再笨 也会觉得田家村有问题 这样 就更麻烦了 哎呀 队长在就好了嘛 他注意多呀 他不在要靠我们自己想办法 大葵 要不然你冒充一下得了 反正来的鬼子也不知道 到底谁才是田有生的女婿 对 不行 万一有熟悉的伪君跟着来 那还不一下就揭穿了 要不还是俺出面吧 本大葵会把脸涂了 不行 这招用的人太多了 鬼子肯定知道 到时候就更危险了 我们不能这么堵 哎 要不然 我装成你们家的长工 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哎 主人家不方便出面 长工行啊 那就怎么办 嗯 好走 走 你看看你的手 我手 我手怎么了 您的手像是常年干活人的手吗 上面全是打枪磨出来的茧子 鬼子现在正在抓可疑的人呢 你这个模样还不够可疑吗 哎 哎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说 咋弄 第一 武功队的人全都要躲起来 田家的屋多 还有地窖 这儿是最安全的 第二 尽量不要让鬼子进田家的门 那鬼子要来 我们还能拦得住 我能拦住 我 难忘了 你会说鬼子话呀 对对对 吕秋雯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你在鬼子那儿没个身份 万一被揭穿了 你的小命可就没了 办法我已经想好了 不知道管不管用 不过 总得试一试 放进点 来来来 这管用吗 你不信哪 你又不是队长 哪平常信你 不信你别干呢 哎 把那些东西都散落到各个角落啊 就像刚撤退的一样 银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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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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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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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他们 李宗盛 他们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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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找他的女儿 铁铁连 铁连花不对吧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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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